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郭大開講 郭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江山頓Overseas縱橫四海系列 兩款超複雜光的腕錶 在郭大左手邊是鏤空的頭飛輪 右手邊是鏤空腕連粒 照例我們在聊錶之前 一樣跟大家做一點背景介紹 既然聊到Overseas 我們就要聊聊 江山頓從1970年代開始的 運動錶或修行腕錶的發展歷程 最早起源於1977年的時候 江山頓為了紀念創場222週年 222發表了一個叫222的錶款 搭載了齒輪型的錶圈 然後一體式的鏈帶跟錶殼 發表以後一直到了1985年 改朝換代 很好玩 改成333 333主要的改變在於錶殼 做成圓角的八角形 那麼到了1989年的時候 很快又換了另外一個系列叫FIDIAS 然後在1996年才發表了 第一代的Overseas縱橫四海 所以我們說從1977年到現在 一共有四個款式在這個 整個發展江山頓運動錶的 這個歷史軸線上 很多人提到縱橫四海 就會提到222 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但郭代也想要講一下就是 我個人認為啦 222不管是在設計的元素 或製表的理念跟Overseas 其實都是截然不同的 只有歷史上 情感上的聯繫 記得簡單介紹一下 縱橫四海這個系列的 這個發展歷程 1996年第一代問世以後呢 它其實就是品牌主力的一個 運動錶款 休閒錶款 剛剛講說它跟222 其實沒有太大牽連在於說 從縱橫四海系列開始 它外在的設計元素 用上了江山頓的標誌 馬爾他十字 所以它在表圈上面 用了8個馬爾他十字的樣式 去做裝飾 到了第二代 2004年發表 就把這個8個齒輪角 改成6個 也就是現在的樣式 然後呢 原本鏈帶上 是沒有馬爾他十字的 在第二代就加入了 馬爾他十字切角的樣式 好這個是大家很容易去做辨別的 那現在郭大手上拿的就是 2016年所問世的第三代的款式 那第三代款式呢 除了外在這些角度 切削 包括鏈帶 包括錶殼 有做細部的修改 讓它更滑順 實際配戴更舒適以外呢 還有兩個主要要點 第一個 全部換上了 可以自己拆卸的 快拆錶帶裝置 而且每一款OVERSEAS 都附了三條錶帶 第二點就是換裝 全部都自製機芯 而且都有貨班 另外印機的殊容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把焦點 回到這兩款錶身上 首先郭大想跟大家聊聊 這兩款樓空錶的共通點 我們先從外在來看 在這麼多高級品牌的運動錶款裡面 我認為 殭屍單頓是在外在部分 手工修飾最用型的 怎麼說 MARL它的實質其實是一個 角度很多的這種實質型的標誌 看到光是這個表圈啊 實質的樣式 它就有很多切角 這些切角還要經過鏡面 跟拉斯紋的對比拋光 再延伸到表殼 整個表殼側邊弧線 還有正面的弧線 這角度真的非常多 好這些都還不打緊 每一個金屬鏈帶的鏈結 都是半個那個十字徽章有沒有 然後每一塊鏈結 都做了很漂亮的倒角 尤其你看那個每個內角啊 拋模是很麻煩的 所以你看它表面要做拉斯紋 枝條紋的泡膜 那內角這些要經過鏡面的泡膜 真的可以說它每一個鏈結 都是一個工藝品 藝術品 而且這還只是外在這些部分而已 如果再往裡面看啊 表盤上它的指針跟石標 也都是經過多切面的製造設計 浮雕的立體的殭屍單十字徽章 做的很精細很巧妙 這都是高級表的價值展現 好那第二個要點在於 這兩款雖然都是頂級複雜功能標款 但是它們都配備了自動商店系統 也就是它同時兼具了工藝性 技術性 運動還有什麼實用性 可以讓你每天配戴 這也是江山頓對於自己 製錶技術的一種自信的展現 這種複雜錶不怕你戴 你就是每天戴上班也都沒關係 它們共通點有三點 第三點就是全系列都配備了三條錶帶 金屬鏈帶 然後小牛皮錶帶 橡膠錶帶 最重要是這些錶帶你都可以自行拆換 它附有一個很便利又好拆的 卸的快拆裝置 郭大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怎麼拆解 接著郭大實際操作 把金屬鏈帶換成橡膠錶帶 我們先把這個鏈帶拆掉來 我們看到這個錶背有沒有 這個鏈帶頭有一個小小的壓扣 一個小小的開關 我們把這個壓扣壓下去以後 就可以往後退就可以把鏈帶拆開來了 其實它還蠻簡單的 這邊看到另外一頭也是 這個小小的壓扣在這上面 我們就把它壓下去 很快就把它拆下來了 那要換裝橡膠錶帶 所以我們這邊要先把折雷扣裝上去 裝的時候 拿短邊的這一條有沒有 各位看到上面有一個栓子 然後這個折雷扣上面有一個穿孔 在中間這裡 那我們打開這個折雷扣以後 你反向180度反著裝 把這個插銷插進去這個孔裡面 有沒有這樣插好 插好以後你再180度轉向 好這樣子你就裝好了 很簡單吧 好那這個短邊 這邊是裝在錶頭上方 也就是12點鐘位置 那我們翻到背面來 那跟剛剛拆的時候一樣 就是把這個壓板壓下去以後 再裝到錶帶頭的橫桿上面 其實它一下就進去了 很好拆裝了 好所以你一邊就裝好了 再換另一邊長邊的 好大概一下就進去了 那你可以看到整條錶帶都裝好了 裝好以後呢 來我們再把它 把這個長邊這個錶帶有沒有 你必須穿進去這個折雷扣 那依照你手圍的大小呢 你看你是要穿到哪一格裡面 假設我們大概在這裡 好我們把這個錶扣穿進去以後 這已經換裝完成了 然後它十字的錶帶扣 然後橡膠錶帶 好 所以這三副錶帶你就可以自己 自由拆解然後去組合 有些人還喜歡一半是橡膠錶帶 一半是皮革錶帶 這樣做異材質搭配也蠻好的 蠻酷的 很帥了 反正你就可以自由配了 接下來郭大先生跟大家分享這款 五文粉紅金的 OVERSEAS 鏤空萬年力 那這款表現內部所搭載的 CALIPER 1120 QPSQ 這個機芯 它是一個古董級的 大家都很喜歡的一個機芯 它 加上萬年力模組以後 厚度只有大概4mm而已 但它兼顧了厚度、耐用度、準確度 還有工藝性 所以這款機芯很受表明們 還有品牌的喜愛 其次我們來看到鏤空的部分 通透度雖然稍微低一點 這個我覺得情有可原 因為它是萬年力裝置 萬年力零件很多 所以這個機芯裡面 包括基礎加上模組 一共有高達276個零件 而且它是採用比較傳統式的 四方位的分配布局 它3點、6點、9點、12點 都各有萬年力的功能跟布局 因此它的零件必須平均 製作在每個角落裡面 所以導致它通透度稍微低一點 但我覺得它不影響到 它帶給我們的所謂的工藝價值 跟欣賞價值 我告訴各位 你正面就可以有很棒的視角 欣賞所謂的定位桿 萬年力有很多有關日曆的資訊 為了讓它達到這個順跳功能 所以它每個齒輪在轉動的時候 旁邊都會有個定位桿 會讓你快速的跳動 順跳原理就是靠這個定位桿 你看到它每一個資訊功能 旁邊其實都有很細的定位桿 手工機性的話 這些定位桿 它都會故意切得很精細 然後一塊很漂亮的 類似像羽毛形狀 底座鎖在基板上面 定位桿會去盯住齒輪 這麼精細的定位桿 還要經過表面的拉絲紋處理 然後手工倒腳 正面這樣你就可以欣賞到 剛好在換日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動作 多漂亮 不只正面 我們如果把它翻到背面來 你這個自動盤太漂亮了 很精細的把它實至鏤空 然後它側邊22K斤的配重 自動盤很特別 你看到它是一個軌道型的自動盤 它為了讓你做到又薄又耐用 底下有附了4顆紅寶石滾輪 這個自動盤在轉的時候 就像火車在跑軌道一樣 所以這個自動盤非常經久耐用 為了讓你可以欣賞到 這些機器零件的層次立體感 主要的甲板跟自動盤的地方 還度上了眉灰色 最後跟大家分享這款 以五級太二金所打造的 OVERSYS 鏤空頭盔的腕表 這個腕表我們從正面看 就非常精彩 中間10分針只是 然後6點位置一個大型的投飛人裝置 這個投飛人它的透空程度很高 包括它周邊的零件都盡量去縮減 然後投飛人本身幾乎是完全透空的 它精細的程度光看那個 馬爾昂的實質框架你就知道了 框架的骨幹非常細緻 然後馬爾昂的實質雕琢得很漂亮 尤其我們說 雕琢要做倒角最難的地方在於所謂內角 要去修出那個很漂亮的兩邊對稱的角度 是很難的 而且全部都純手工 尤其 馬爾昂的實質就有很多這樣的一個內角 所以你光看那個就很漂亮 第二個地方你幫我看一下 架住投飛人裝置中間那個橫杆 那個橫杆是中間比較粗一點 然後往兩邊延伸是越來越細 那這個東西都沒有什麼所謂設計圖或對照圖 就是靠工匠們手工跟你的感覺 去掌握出它那個 由粗到細的那個漸進的方式 最重要是我們知道 投飛人是利用框架把群眾裝置包在裡面轉動 那群眾裝置就是所謂的群眾輪跟群眾叉 那這個東西只能固定在某一邊 所以如果你沒有去做補償的話 你這個整個轉動裝置呢 會有一偏是偏重的 框架裡面有一條金色的 Janker VC這樣一個字樣的配重 放在群眾輪群眾叉的一個對稱的對面的方向 所以這個金屬配重就是用來做兩邊做平衡用的 這也是高級表長才會有的一個配備 好那不只這樣而已 你看到這個鏤空的基板 全部都是用很優美弧線線條的一個骨架 雕做出很精細的骨架以後 再去做手工的表面處理啦 倒腳的拋光 看這個機型的雕琢 你也會覺得非常棒的一個工藝的質感 翻過錶背來 為了讓大家在欣賞頭部的時候沒有任何的遮掩 這一款自動上鏈的手錶 使用的是很特殊的所謂周邊上鏈系統 自動盤只在邊緣這一道 22K斤的這個邊緣配重 它會隨著你的手腕動作而轉動 不會去遮擋到你欣賞頭部人的這個通透度 跟它的視角 當然你還可以看到這個自動盤呢 還有很漂亮的這個巴黎丁文的卷刻 那一樣 其他的骨架啦 基板啦 零件呢 經過煤灰色的這個鍍層呢 還有 手工雕琢 你看起來非常有立體感 非常有工藝質感 你正面看 背面看 你斜著看 怎麼樣看 任何視角 你都是在享受 頂級字表 所帶給你的各種價值 晚表的享受 以上報告到此 歡迎任何問題 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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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